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的是哪一首呢 大家好,我是丁小文 今天要介绍的歌的故事 是纳英演唱的《你是我的人》 这首歌收录在《征服》专辑 那《征服》这张专辑就是我为纳英 亲手炮制的一张专辑 当时接到纳英这个案子 其实我是着实研究了很久 拿他以前的一些专辑出来听 那当然就是我对纳英的印象 就跟一般大家对纳英的印象 就是他就是声音很高亢 好像有种东北人的豪迈 但是我研究纳英很多歌之后 我发觉 我觉得他有一个中音域 被大家忽略掉了 我觉得我做这张专辑 一定要把他的中音域凸显出来 所以我特别找了一些歌 让纳英可以凸显他的中音 我觉得他中音是很温暖 很温柔的 《你是我的人》 就是这么一首歌 那当然呢 我在帮纳英写歌词之前 我也跟纳英好好聊了一番 聊他的生活 聊他的这个过去的种种 当然包括他的爱情故事 当时呢 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的一段恋爱 很多人不认同 所以其实纳英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呢 在征服专辑里面有另外一首歌 写的也是纳英的故事 就是不管有多苦 哎呀有多苦啊 真的 不管有多苦 还是要爱到底 但是呢 《你是我的人》这首歌呢 它就是一个 在跟恋人相处的时候 那一种温暖 温柔 爱恋的感觉 虽然都是讲爱情故事 但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 好 《你是我的人》这个歌呢 我自己非常喜欢 尤其是编曲啊 哇 我觉得编曲好听得不得了 整个的节奏性 也是一种节奏蓝调 那很多人不知道 纳英原来可以唱这样子的 中版的歌 而且是中音的歌 这么收敛的唱法 所以征服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 很多人很惊艳 哇 原来纳英可以这样唱 那也是因为这双专辑呢 纳英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 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事实上呢 在我帮纳英配唱的时候 我有特别保留了一些 唱歌的瑕疵 因为我觉得这些瑕疵 是有人性的 是有温度的 我并不期望他唱得 非常的完美 因为他本来就很会唱 但是有的时候太完美 反而会产生一种距离 所以事实上 在不管有多苦 或者是你是我的人 这几首歌里面 我都保留了一些技巧上面 音色上面的瑕疵 但是我们听起来更有人味 那征服这张专辑呢 在当年台湾的金曲奖呢 不只是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项 还同时入围了两首最佳作曲奖 一首最佳作词奖 那当然当时我在帮纳英配唱的时候 纳英非常非常不习惯 我们在录音师也发生过一个笑话 就是纳英说 我说的国语是比较标准 他们那时候说普通话 我的普通话比你标准 我就跟纳英说 我就是不要标准的 我希望是台湾观众比较能够接受的 比较软 比较自然 比较人性的 所以当时我想我做这个决定 是正确的 因为征服这张专辑发行之后 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回响 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跟我说 哇小文这张专辑 仿佛听了一张精选集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所有的付出 最大的肯定 最大的安慰 今天呢 我们就来听郑如仪来演唱 你是我的人 这首翻转大家对纳英印象的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 你的是哪一首呢 喜欢你 紧紧用着我 甜甜蜜蜜的温柔 那是眼神都藏不住的快乐 让我轻轻来在你的胸口 让我放肯定要你疼爱我 你可以管我但不需管太多 偶尝尼的温柔了 偶尔让我热个瘟 这一辈子你是我的人 我是你的人 要一次爱的安稳 谁都知道这份情多深 不怕任何人来问 我是真的很认真 你是我的人 我是你的人 叫别人不必再当 可不可能我们一生的缘分 就这么承认 喜欢你默默看着我 无声无息烧着我 我的世界又满天星都闪烁 让我轻轻赖在你的胸口 让我放肆地要你疼爱我 你可以管我 但不需管太多 哦 让我热个火 这一辈子你是我的人 我是你的人 要一次爱的安稳 谁都知道这份情多深 不怕任何人来问 我是真的很认真 我是真的很认真 你是我的人 我是你的人 叫别人不必再当 可不可能我们一生的缘分 就这么承认 你是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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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人 要一次爱的安稳 谁都知道这份情多深 不怕任何人来问 我是真的很认真 你是我的人 我是你的人 我是你的人 叫别人不必再当 可不可能我们一生的缘分 就这么承认 我叫你做的事 我叫你做的事 我是 simply的事 你做的事 我叫你做好手 我叫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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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